好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 其實今天在下半天 很多地方都還是有下起大雨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花蓮一帶 這雨是下的還比較大一點 我們要提醒大家 明天同樣要注意午後的降雨 另外我們要帶大家來關注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它目前是在關島的東南方 因為它持續在發展當中 因此不排除最快在週末 就有可能會增強成為颱風 而它目前的路徑 將會持續朝著日本 而是對臺灣的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由於還是會有很多的變數 因此我們還是會持續 為大家來關注它的動態 到是明天的降雨狀況 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雖然說今天入夜 到明天這段期間 這個降雨是趨緩下來的 但是您可以看到 其實明天在午後 尤其是山區 還有接近山區的平地 依舊有機會下雨 而且是雨勢 偶爾還是會下的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去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目前看來明天都是晴朗的天氣 高溫來到34度 桃園新竹苗栗 是晴到多雲 溫度是26到35度 會覺得比較熱一點 台中跟南投 濟青山區會有降雨 彰化明天晴到多雲 高溫34度 好 在雲林嘉義 晴到多雲高溫34度 台南會有降雨機會 高溫32度 明天高雄市晴到多雲 屏東會有短暫降雨 高溫來到34度 至於東部地區 一來花蓮台東 天氣狀況都還算滿穩定的 高溫來到32度 接下來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帶馬祖金門跟澎湖 雲量都比較多 金門的高溫來到34度 好 繼續我們為大家整理一下 氣象小叮嚀的部分 明天上半天看起來 天氣狀況晴朗穩定 但是要特別注意 溫度還是比較高 部分地區甚至有機會 來到36度 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曬了 那麼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明天午後在山區 還有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是會有下短暫陣雨的機會 要記得攜帶雨具 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明天入夜開始 東北風就會增強了 到時候就可以感受到 高溫是略略往下降 比較有秋天的感覺 而且接下來早出晚歸 就要提醒大家 要多戴一件寶外套囉